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5月19日,习近平前几天到河南去考察,人们都在议论说是要解决这个南水北调的问题。 当时我就讲,我说他去,一个是和李克强有关系,一个是和郭文贵有关系,有些网友可能不相信,觉得我这个牵强附会,今天的旁证就来了。 今天是总机委网站发了一条消息,这个又公布了几起腐败案件,又抓了几个人,一个是北京市二宗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田于喜,这个和郭文贵没有关系,这个应该讲,也可能有关系我不知道,不好说。 但是另一条,郑州市委常委,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接受审查调查,肯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和习近平有关,习近平这次到郑州去,说不定交代了什么,你看。 啊,总机委的网站,为什么这样讲啊,大家看看这个,这个河南省啊,郑州市委常委啊,这个政法委书记啊,这个于东辉,何许人也啊,于东辉这个人是在郑州呢,聊不得啊,在这个法院的系统,可以这样讲吗? 啊,那都是举足轻重的任务啊,这个南汉族,1966年8月出生,山东来养人啊,啊,这个郭文贵也是山东人啊,他也是山东人,但是我不能确定啊,他跟郭文贵到底没有直接的联系。 说是1986年1月参加工作,1987年加入中共安党,法学硕死,这个人是1986年到2001年啊,在长达这么多年当中啊,历任,啊,叫台前线为组织部干部,副科级组织员啊,这个科员,科长,办公室副主任,台前线人民法院当组副书记,纪检组长,政科级审判员。 那么到了01年,胡文贵这个时代提的获得高升了,是吧,那么3月到2003年,11月4,浦阳县人民法院院长当组副书记,你当一个这个城市里这个法院院长,那了不得了,不要看小县城啊,小县城里面你想,党政一尖条啊,即使院长又是党组副书记,那在这个城市里,在这个县城里哪个人判刑,判不判,什么罪名, 判多少年,那绝对是说了算的,对不对,另外,民事案件,赔多少钱,执不执行,怎么赔,这也是说了算的,所以说,了不得啊,你看,03年到09年,又当了什么,浦阳市,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了,浦阳市啊,是生理级,是法院副院长,审判委员会委员呢, 09年,12年呢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,民事审判厅,第二厅厅长,厉害,又升到什么,升到这个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了,审判二厅啊,而是是民事,民事审判最有权的, 因为什么一个声音,像标的额多大啊,是吧,就看你标的额多少了,多的话,这个帮助别人,摆平摆平啊,法律判一判,就有可能这个,有这个受贿行为啊,这个是毫无疑问,肯定是有问题啊, 你看12年到14年,两年,洛阳市总继人民法院院长,党组书记,又到一个城市,你想在这个浦阳干完了,又到了省,然后到洛阳,那在司法界呢,绝对的是吧,14年到18年,郑州市总继人民法院院长,党组书记,又是党政一切的条,郑州是什么,对不对啊,但是,这个18年9月到现在位置,是郑州市委常委,郑法委书记,郑法王啊,这个官可是不小啊, 在河南省,绝对是这条走,那是烂颤的,是吧,那么问题就来了,大家想一想,这个郭文贵这个案件呢,在河南省啊,当时,呃,做了一些判决,对不对啊,也就是2017年的7月份啊,这个叫,这个郭文贵这个案件,当时,当时涉及到他一些员工啊,张新成啊,这个郭立杰啊,这个肖燕林,也就是于达置业有限公司啊, 被这个法院判了,哪法院判呢,大家都已经忘记了,是吧,开封市中级这边法院判的啊,你看,但是郭文贵这个公司在哪注册呢,郁达国贸,郁达国贸在, 对,河南郁达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市中原中路开发,郑达中路建的啊,90年代上半年开始踏足房地产啊,97年,世纪控制河南这个,这个投资公司啊,办了郁达国贸,郁达国贸是什么? 当时这个创造了郑州市内最高楼房记录,长达15年啊,你想想,2006年,2002年,郭文贵转战到北京去了啊,继续奋战了,你,这问题就来了,他注册的地方都在郑州,他为什么郑州法院不判,他拿到开封法院判, 对不对啊,那就是人家,这个郁东,郁东辉不配合吧,是不是啊,或者反过来讲,习近平集团要想判这个,郭文贵有罪啊,尤其这个,这个案件不是一个独立审判的案件,是党管司法,这个派息色彩非常浓烈的一个案件呢,也就是戴帽的案件,是吧,要判就肯定给郭文贵要赎,是不是啊,所以他员工都判刑了,说他骗戴,实际上郭文贵贷这个钱, 呃,大家后来都看到,是吧,人家,呃,给这个企业是赚了钱的,是吧,包括北京,这个,盘古,啊,是不是啊,国贸,盘古这个项目也是一样啊,所以说郭文贵这个案件一定是给我的感觉,当时,这是我猜测,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,我现在看了以后我就想,这奇怪啊,为什么他不在郑州中纪人法院判,人家不买账,人家不配合,是不是啊,没有办法拿到开封法院, 应要给这个郭文贵,这些亲友啊,这些职工给人判判刑了,这是出了问题了吧,对不对,所以说,这个案件一直等到现在,这个,你看这个,这个郁东回,郁东回,2008年9月一直干到现在是征法王在郑州啊,那可见他肯定是,我个人认为啊,他是对郭文贵比较 了解,也比较赞成,郭文贵的,所以这个,这次,这个习近平去河南,你说他是南岁北调,存在忽悠人,是吧,还故意带个胡春花,我估计他肯定就是协调这些事儿,在这之前曾经派王晨去过一次,是吧,因为不要忘了,整个河南省啊,是这个,李克强打个赢啊,李克强当年是非常支持郭文贵的, 不知他怎么可能搞出这个,呃,就是这个,这个,一大国猫,是吧,中原第一楼嘛,李克强干了七年的,所以习近平心里琢磨这些事儿都是这个内斗的事儿啊,这个,郭文贵现在肯定是不在乎,人家现在都成立共和国,新中国联邦了,是吧,又有钱,又有,又有这个,这个支持者啊,支持者目前,郭家俊遍布全世界各地啊,尤其在美国, 加拿大的势力呢,是不小,是不是啊,而且你想他这个,给他投资的也好,还是给他赞助的也好,钱也很多啊,而且又成立了,这个,两个公益组织啊,这个NGO组织,一个是法治基因,法治社会,是吧,此外还有这个,由这个郭海东,这个,小夫妻两个参与的,这个新中国联邦,你了,这个,现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,给我的感觉,属于一个, 基础一个经济实体,办这么一个,这个,呃,虚拟的啊,网上这么一个,呃,新中国的联邦,一个梦想啊,但是因为这个梦想,很具有吸引力啊,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,还搞倒退,那当然了,新中国联邦,呃,通过郭文贵这个爆料,现在是声誉确切,在西方,呃,震动非常大啊, 尤其是,这个,这个促成了,这个,严厉梦啊,不过是逃亡美国,呃,揭露了这个,中共这个,这个批斯实验室的黑幕啊,现在这个是,越来越得到了美国这个,呃,两党朝野啊,上下各方面的人通啊,这可是一件大事啊, 那么今天,你看今天这个动作多大啊,左边抓这个人,一看就是针对这个郭文贵的啊,抓不到郭文贵嘛,抓着正法王出气啊,我觉得你当年不配合我判啊,让我还要拐个玩儿到开封去,去审理,那当然中共把哪个人放到什么法院去判,就这么说了算呗,因为中国司法它不独立,不公平啊,完全是一种人质啊,党管司法,就看哪个官大,就哪官一句, 计划就把这个案就判了,是不是啊,他放到开封,肯定是开封法院积极配合,是吧,要听话吧,人家这个,这个郑州这个法,法官,法院院长不是一般的人啊,就绝对是,这个,随时有没有后台,反正是顶到现在,是吧,现在才抓了,这证明什么,证明,呃,习近平搞的所谓这个刀刃向内啊,这个刀,大刀准备了很久啊,总算是现在坐牢了位置了啊,一定要,现在, 就要收拾这些人啊,另外还有个国际形势,因为美国如果说罪责索赔,搞这个冷战也好,还是热战也好,那下一步他很担心,习近平担心,像余东晖这样成为,这个带路党啊,你想对不对,原本就是这个,这个比较,这个认同郭文贵的啊, 我不太清楚,郭文贵和他有没有肢解联系,不太懂啊,那么,与此同时,今天,北京二宗院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也被抓了,这个事是有点蹊跷啊,同一天公布啊, 我们知道,这个郭文贵在这个,呃,北京也是,也是,这个盘古大官,也是吃茶风云了很久啊,就说不定,是不是和热战也有过联系,很难讲了啊,这个讲不好, 那么这个人和,呃,这个郭文贵有所不同,也就是这个人呢,他是这个,1954年出生陕西省,乌齐县人啊,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啊, 70年代到90年代初,在陕西乌齐县啊,公交社,人民法院工作,91年调到北京了,到95年在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厅的干部,审判员, 95年到97年,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厅副厅长,审判员,97到2009,那么到了胡温这个时代了啊,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厅厅长,执行厅很重要,有时你判完了以后啊,没有用,一直空闻,执行厅不执行啊, 所以这个执行厅有实权啊,09年,12月到10年,北京是宣武去人民法院党组书记,副院长,院长,审判委员会委员,审判员, 10年到14年,二总院,党组成员副院长,14年又退休了,收了退休以后,网易总阳,警察还讲见这些像我们这样啊,乱讲啊, 可能拿些人汇报上去了,领导记住了,搞一下啊,也有可能,反正我认为这些案件都是这样, 只要一查,一方面有这个,确有经济问题,另一方面呢,又站错了队,还有内斗的色彩,否则不会这样想这么大的动作啊, 你看今天晚上这个中纪委的网站,这个一般都在10点多钟啊,突然间就公布一期新的案子, 今天这两期案子都具有特点啊,那当然了,到底这个国文贵这方面会做出哪些反响的, 听听这个国文贵团队的博士团,说不定能谈到啊,也可能他们不能谈, 因为他们现在谈的,呃,美国的英文媒体的啊,新闻比较多,而且都是重大主题啊, 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,非常感谢, 广大网友的收看,谢谢,再见。